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ainster 最近网上疯传一个视频 是6月21号拍的 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灰蒙蒙的天空中 竟然若隐若现的 有一个黑色的大三角形 轮廓非常的清晰 形状很像全能之眼 而且一动不动的停在天空中 让不少人议论纷纷 开始猜 这个大三角形到底是什么呢 太蒙了 太蒙了 这个那个尖 而且它是在云的上面 你看云照吹过去 对这个三角形上面影响得多了 这个事情好大了 好吓人 从拍摄者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 黑色三角形的位置就在上海外滩的上方 旁边就是东方明珠塔 如果只针对这个视频来说的话 许多人看了都觉得不太可能是假的 因为有多人围观的说话声 视频也很连贯 这很清晰啊 这就是那个 是不是外星人的飞机吗 而且啊 因为这个黑色大三角形的形状相当规则 又出现在了人多的地方上空 还有许多的网友拍摄到不同角度的画面 所以视频作假几乎不太可能 那么这个黑色的三角形到底是什么呢 真的是UFO吗 有人猜测了 这个规则的黑色三角形呢 应该是地面的景观灯照射到天空时 被建筑物遮挡而产生的阴影 而附近的上海海湾大厦呀就正好是一个等腰梯形 景观灯这样打到天上确实有可能会出现三角形阴影 不过这个说法也有个疑点 就是视频中的三角形的阴影啊 有时遮挡的是上侧的云 有时遮挡下侧的云 如果是光照射上去啊就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视觉效果 另外也有很多人觉得这应该是之前出现很多次的金字塔形的UFO 甚至很多人都怀疑啊 这是美国秘密研发的反重力飞碟TR-3B 但实际上类似这样的三角形UFO在中国的各地啊都曾经被拍到过 而且近些年呢还频频的出现他们的踪影 那么他们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好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黑色三角 在故事开始之前还先请大家按下订阅按钮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以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视频了 2016年6月4日的凌晨2点40分左右 在广州马路上的监控探头的画面中开始出现雪花和跳闪 与此同时呢停在马路两边的汽车的车灯都开始莫名其妙的闪烁起来 突然远处的镜头一闪而过 一个亮着白光的三角形飞行器飞速掠过 刚飞过不久监控画面呢就显示正常了 而且马路两边的汽车车灯也自动熄灭了 在辽宁锦州市也曾拍到过类似的画面 在一个夜晚两位女子发现了月亮旁边有一个不明飞行物在盘旋 于是就用手机拍了下来 由于像素和距离的原因我们看不太清楚 但是呢我们能听到两位女子的声音说 那个东西是三角形的不是飞机 接着远处的天空中明显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物体 有着三个红色的灯在亮着随后就消失了 它肯定又带 你看 你那么低啊 没了 诶 来了 这要是飞机它不能突然隐形吗 来了 虽然我们怎么看都觉得它是UFO 但是呢许多专家分析后说 其实啊这不是外星人的飞行器 而是地地道道的地球人的产品 美国秘密研发的反重力飞行器TR3B 曾有数人目睹了这个奇怪的三角形UFO 神秘的出现在天空中 在赫兰的阿姆斯特丹 法国巴黎 英国和德国 都曾经出现过这个造型古怪的不明飞行物 还有在美国也发现了相同的黑色三角 并且还是和两架战斗机并肩飞行的 它能够以极快的速度飞行瞬间消失 看过的人都说那不像是人类的飞行器 因为人类现在的技术做不到 但其实最早目击黑色三角UFO的地方是在比利时 这个消息来源于2006年英国政府的一份解密文件 这份由英国国防部解密的名叫Project Can Die的文件中 记载了在1990年发生在比利时的不明飞行物体事件 我们就来先说说这起UFO事件 它其实不是一件而是很多件 从1989年11月至1990年4月间 比利时发生了一连串据说是三角形不明飞行物体的目击事件 这一系列的事件要从1989年11月29日那天说起 不少于30组的目击者和三对警察 都说自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低空飞行的物体 飞行器是三角形扁平状的 下表面还有灯光非常的诡异 紧接着陆陆续续都有类似的目击事件发生 事件在1990年的3月30日至31日的当晚达到高峰 当晚不明物体被雷达追踪到 被比利时空军的两架F16战斗机坠感还被拍了下来 当时地面上估计有13500名群众目击了这场UFO事件 当中的2600人还提交了他们所见的详细的书面报告 而这就是著名的比利时不明飞行物事件 回到2006年的英国政府的解密文件 Project and Die 里头也记载了这起事件 但是这个解密档案基本都是在否认UFO的存在 里面的内容称 大多数的UFO实际上都是由高度离子化的气体所造成的假象 或者是由于流星进入大气层所投影出来的影子 造成我们观测到的这个黑色39型 当然啊里面也少不了提到各国正在秘密进行的计划 那么刚好就在这时 网上也曝光了美国有一种一直未公开的秘密飞行器TR-3B 通过对比TR-3B的外形和飞行原理再加上英国的紧密文件 不少UFO专家认为啊 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黑色三角UFO很可能就是美国的TR-3B飞行器 其实TR-3B一直都是传说中的武器 之所以说它是传说中的武器呢 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公布任何一点关于TR-3B飞行器的消息 其实呢这也能理解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大张旗鼓地炫耀出来 老子说的好啊 国之利器不可以是人啊 假如TR-3B飞行器是真的 那么问题来了 人类真的有这样的智慧 能够发明出穿越时空之门的飞碟吗 在1911年啊 我们前两期提到的那位神人尼古拉特斯拉 开始研究颠覆认知的反重力飞行器了 当时的他正在研究一种飞行器 不用推进器也没有翅膀 并且能够在空中保持绝对的静止 即使是在大风的环境中也能够相对平稳的飞行 在1928年为了他这项研究 特斯拉就画出了这个飞行器的草图 这是一种介于直升机和飞机之间的飞行器 特斯拉还为他的这项发明申请了专利 后来啊 解禁的手稿图纸出来后大家都吓傻了 原来特斯拉当年设计的新型飞行器就是飞碟 据说特斯拉的飞碟设计方法 与那些声称曾经看到过不明飞行物内部的人描述相符 就是里面有一个足够大的盘撞的电容器 来提供足够的推力飞行 而其他小的电容器呢则可以控制飞碟的方向 而且为了解决飞行员的盲点问题 飞碟内部还装有平面屏幕和外部摄像头 基本上这是一架设计精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飞机 我们一般认为的飞碟都是在另外的维度超光速飞行的对吧 那特斯拉呢也针对这一部分做了另一项发明 这个技术就叫做吊飞碟技术 也叫引力门 这个技术能让飞碟在另外的维度 可以像通过一道门一样停靠在地球上 据说它设计的飞碟停靠点就在美国的51区 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片了 但是因为流传出来的资料过少 许多人认为特斯拉并没有成功的 研制出这种化石代的飞行器 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 特斯拉已经完成了这种飞行器的研究工作 美国频频出现的UFO很可能就是这种飞行器 虽然没有办法证实特斯拉的这些研究到底有没有成功 不过让人怀疑的是特斯拉在1945年去世之后 它晚年的发明全部被FBI列入最高机密 而现在人们能了解的仅仅是它40岁之前的发明 这是什么概念呢? 举例说特斯拉来自金星的这种文件 还是属于一般的机密 50年之后就要解封的 而最高机密需要100年 甚至100年之后也不能解封 那这就让人好奇了 特斯拉到底发明了啥子东西 为什么美国不敢让人类知道呢? 而且特斯拉死后 美国有意的抹去特斯拉的一切信息 好像不希望人们知道 世界上还有一位比爱迪生更厉害的发明家的存在 美国为什么这么做 这更令人充满想象 1950到1960年之间 美国曾经启动了一项神秘的1794工程的项目 就是为了实现特斯拉的反中立飞行器 据解密的1794工程档案描述 这种飞行器代号为 它的外观呈圆盘状可以垂直升降 并且能够在空中悬浮飞行 这就有点像科幻作品中所描述的 外星人的飞碟一样了 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4倍 飞行高度可达3万米 它携带的武器最大射程为2公里 虽然这种飞行器被成功的制造了出来 但是由于还有许多其他的没有解决的问题 以及消耗了太多的人力物力 所以在1960年 1794工程最终还是被停止了 但是随后出现的反重力飞行器TR3B 被认为依旧是在延续着1794工程的产物 特斯拉曾经说过 它所有的研究 都是为了解开宇宙的终极奥移 不管是反重力飞碟 还是它其他的所有的发明 都是为了更好的探索宇宙而发明的 人类如果要想了解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 就要解开宇宙运作的奥秘 否则 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最终都将被遗忘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会不会有人觉得我特别崇拜特斯拉呀 连做三期视频都提它 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前面两期视频就是讲它的故事 但是今天这集真的只是想单纯的讲讲黑色三角形而已 但是没想到 资料越发越深 最终还是和特斯拉有关 那电子大王 要不您给我托个梦 告诉我一下这个黑色三角形是怎么回事呗 中文字幕局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下期再见 觀看